小张这辆极客001是去年年底买的 花了将近30万 他介绍今年2月28号上午 发现车门打不开了 然后我睡觉醒来 然后发现车门打不开 然后联系极客官方的人 然后他们反馈跟我说 大概率是那个电瓶没电了 小电瓶没电了 车的能不能操作呢 不能任何操作 平时都是怎么开车门的 怎么开车门都是通过那个 手机上的蓝牙钥匙开车门的 那天就打不开呀 前一天晚上也没有充电呢 没有充电 小张介绍 当时车子的充电口是打开状态 插上充电器后 车子仍然没有反应 后来和客服约了处理时间 工作人员上门对车子进行了处理 服务订单详情中写道 极客服务中心 3月4号早上8点半处理完成 小张说没出一个月 车子又出问题了 第二次就是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3月29号早上我去公司上班的时候 发现车子又启动不了 3月31号就过了两天 然后又没电了 后来也是先给我小电瓶充电 然后我开到店里来 然后我开到店里来 然后他们反馈跟我说 然后就是OTA升级 他们说检查车子没问题 给我OTA升级试一下看 4月4号 小张把车子开到了这家杭州领克中心 在这里办公的极客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了检查 服务详情中写道 大版本升级B 左反射器更换 小张说4月5号车子又不行了 4月5号的时候 4月5号的时候 然后我回到家发现这个充电口盖又是打开的 就4月4号秀完第二天 我就是那个车子还是放在地下之后 然后我又是第二天早上起来 然后发现车门又打不开 然后我因为有前三次的记录 我估计又是电瓶没电了 然后我后来就是找了个双休日 双休日车子开过来 然后来到门店检查 他们就是给我进行一个充电口盖的更换 4月9号的服务详情中 服务项目写道 充电口盖组件更换 根据小张的说法 4月9号这次维修后 车子在9月1号再次出现问题 9月1号之前出的问题 也是一样的问题 因为我去查了三包法的相关规定 然后看到有一条是 如果说发生四次 同样的问题发生四次 就是还是没有维修情况的话 然后消费者可以根据三包法 有权要求厂商对我的车辆进行退换 买的时候在哪里买 买的时候是在往上下的订单 骑车是板车送上门的 换车的这个诉求向哪里反应的 向极客服务群 还有极客有官方的人来联系我 结果是他们觉得达不到退换车的要求 为什么 他们觉得达不到 汽车三包法中规定 在三包期有效期内同一质量问题 累计修理超过四次的 消费者可以选择退换车 小张认为 算上9月1号这次送修 已经是第五次维修处理同一问题 所以他要求换车 杭州领克中心的工作人员 提供了极客服务中心 售后维修主管的联系方式 这测试可能就是检测到有可能出现 就是保护的一个休眠的情况 所以是发不起的 其实它电瓶我们这么多天测试下来 包括检查电话下来都是正常的 车辆目前的状态都是正常的 为什么会触发保护休眠的情况 这个我们已经把这个相关的情况 已经上半个我们产生了 这个我目前暂时不方便 都回答你的外面的问题 这个客户觉得已经经过了第五次维修 它这个维修记录里面所出现的内容 并不是说每一次都是处理同一个问题 首先单单升级就是升级的项目 你包括它检查别的充电口盖 也是充电口盖的项目 并不是说每一次进电来 都是检查这个车辆无法启动 电瓶的原因的问题 所以这个要区分一下 换了充电口口盖组件 并不是车子无法启动才换的 是因为充电口外盖组件 存在的问题才给它换的 沟通过程中记者发现 小张反映的车子在4月5号 再次打不开车门 和实际情况有出入 翻开聊天记录后最终确认 4月4号小张将车子送到服务中心维修 4月5号来提车 当天晚上发现充电口盖无法正常开启 于是在4月9号开车到店 对充电口盖组件进行了更换 也就是说4月5号之后 车子没有再进入过休眠状态 9月1号是车子第四次出现休眠情况 小张表示 4月5号这次确实记错了 针对车子进入休眠状态的问题 极客服务中心售后主管认为 他们这几次的处理都不能算是维修 然后我们已经把相关的情况 也传播给我们厂家了 小张认为车子今年上半年 出现三次休眠 一次充电口盖无法开启 和9月份出现休眠的情况 属于同一质量问题 他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1818黄金也继续报道 晚安 晚安 休门 午后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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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